警察来了忙着开单咔嚓一张等于1500罚金 人行道上违规乱停摩托车 光是记者采访这一天起码20台起跳 平常日一天开出二三十张罚单 假日更不得了平均50张 算一算苗栗后火车站外 光是抓围停一个月就有百万罚金入账 画面中右边是火车站免费停车场 一共50个停车阁 右边其实是人行道 但全都停满机车挡住出入口 行人根本过不了 我也曾经被划过 现在停车机车阁位置比较少 每次坐我车 那这边人行道都停满机车 每次要穿我车 走大马路非常危险 有的更扯明明没位置 还硬要塞在车阁边 一 二 三 四 像是这八台摩托车卡载车格外 当然也不行 远景天天寻天天开单 骑士乱停的下场 就是等着收发单 这彭志明明明日报道